美国总统大选倒数15天了 那么今天欧巴马跟罗姆尼也来举行最后一场的辩论会 整场下来双方进行了外交议题的攻防战 也是欧巴马最擅长的领域 那罗姆尼呢就显得跟菜鸟一样哦 不过呢最后辩论的结束呢 CNN的最新民调欧巴马还是略胜一筹 没选辩论 罗姆尼抓住国防开炮 大批军队规模太小怎么保障卫国 但这话不说还好 搞不清楚状况被欧巴马当菜鸟 讲完国防谈谈外交 由反恐政绩做后盾的欧巴马强势出击 再给罗姆尼上唐外交客 拿伊拉克撤军做例子欧巴马咄咄逼人 要不是自己够气魄撤兵 以罗姆尼的共和党想法 美军子弟兵恐怕到现在还在伊拉克打烂仗 企业界背景出身的罗姆尼在外交问题上摇摇摆摆 找不到攻击点只能被斗回应 甚至附和欧巴马 大选辩论最终回 虽然最新民调 48%的选民认为欧巴马赢了这场辩论 小赢罗姆尼的40% 转枪折战之后 两票人马握手延宽 罗姆尼在台上抱起小孙子 老婆安则不知道跟欧巴马聊了什么 让总统比出萧英手势 选前倒数15天 两人民调47% 对47% 支持率不相上下 选战变成割喉战 欧巴马连任 背水一战 Sensions报道